今年中國的雙十一購物節 在電商平台竟然出現了名人的豪宅 私人飛機 還有上市公司大量的股權 這些誇張的商品 怎麼回事 這一次的雙十一的檔期 中國的電商還看到一大堆 前首富的拍賣物 這是怎麼回事 主持人薛清皇和專家 接入中國電商平台上 最新上架拍賣的名人商品 今年雙十一陳如清皇 剛剛講出現了一些新的亮點 他們除了一般電商網購的銷售之外 也出現一些感覺不是正常人 會上網去購買的東西 比如說類似像台灣法拍概念 這樣子丟出來的這些房地產 汽車 飛機 私人飛機 甚至還有醫院的股票 動輒上億的豪宅 私人飛機 甚至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 居然都在中國電商平台 任君選購 重點是這些商品原本的主人 都是名人富豪 像是何喬女 她原來是地產的 她的資產曾經大到了三百億以上 二零一七年 可是她在北京 現在也丟出兩棟豪宅 一樣要賣了 一樣要拍賣 要變現了 好 那像另外一位陳建民 他過去有一百億的資產 他一樣也是做地產 他現在也有地產要拍賣 那剛剛提到的 這個有賣私人飛機的 這位是一位雀恩城 他過去有兩百億的資產 不過他所經營的企業 目前有碰到下市的危機 中國經濟酬雲產物 許多原本身家百億千億的各地首富 紛紛落難 首富資產淪為電商平台商品 讓人不勝唏嘘 華社新聞陳凱生 台北報導